现在说打飞弹 也不一定说要靠这种飞弹拦截 还可以用一种叫做镭射 最近就说这个实验室 中国大陆有高能量的 镭射反导系统 一秒可以烧穿飞弹的防热涂层 一两年前我们在聊的时候 还在讲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功率 这个电力够不够猛 能不能支援吗 据说中国大陆好像有一些突破了 高功率镭射能量迅速聚焦 不然怎么一秒把它打爆 再来精确的光速控制 你要非常快速的时间 你要锁定它 然后可以照在你想要的位置 第三这种镭射一定会非常的烫 所以它有一个高效率的冷却系统 确保这个镭射在高光率输出的时候 还可以运作高效拦截来袭的导弹 CP值有很高 传统的武器技术的观念是说 我把热能放在一个硬体里面 现在是观念是 我直接把热能可以往外推送 不需要有任何运载的炮弹 现在大家都希望能够发展出 这个雷射炮或者电磁炮 我个人判断 现在可能都还不成熟 但是如果会突破 应该中国大陆会先突破 理由很简单 因为它电磁最发达 电磁做得最好 因为你在战场上去 不可能拉一条很重的什么输配电线 对不对 那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可是电磁炮也好 雷射炮也好 偏偏就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用大量的电 是的 很大量的电 这比那个什么 比那个航空母舰上 那个电磁弹射用的量更大 那更大 所以 而且你不能光发一个炮以后 就没了 不断的能够一直往外送 不能只打这一秒 所以这个里面的 这个电磁炮的供电 或者电磁炮的动能 或者雷射炮的动能 大家都在比赛 美国前段时间发展了一个 一个什么 朱什么特啊 朱姆瓦特 朱姆瓦特件 朱姆瓦特 对本来就是他们认为 有机会把这个电磁炮 给发展出来 所以留个空间装电磁炮 后来电磁炮没弄出来 朱姆瓦特件已经做出来了 那个原来的空间之后 就搞个什么 货柜型导弹发射器 朱姆瓦特真的很搞笑 对就很搞笑啊 它那个炮 你知道它一个炮弹多少钱 炮弹不是飞弹 一百多万美金 对啊 它那个炮弹 就是你看它前面有两个 这个有个盖子盖在那个 它现在把那个炮 它因为太贵了 它发现说我生产 不行那么贵的炮弹 你知道它现在在干什么 它把那个炮拆掉了 它在改成装垂发系统 所以你知道美军现在 过贵型的 真的很搞笑 他们今天讲的是两回事 一个是用电力推动炮弹打出去 这个是镭射 镭射两个问题 一个是要很大的电力 我已经讲过 发电厂旁边可以安这个 不停地有发电 对吧 第二个就是船上有很大的船 才有这么大的供电量 对 但是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很难突破 雷射要烧焦一个东西 它要聚焦 对 这个聚焦 要用一定的时间吧 短距离很容易聚 我们拿那个放大镜 很容易就点燃卫生纸 因为它距离很近 雷射怕打这么远 它如何聚焦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它会散 你有雾也散 有云它也会散 或者敌人放烟幕弹也会散 所以这些问题 它还有很多克服的空间 第一个我就对它还没有公布 它如何聚焦 你这个冷却我相信 你可以让它瞬间降温 而且它用完 它可以用很多的电池 储存第二发 可能发电机车来打第三发 它可以用交替的用 但是聚焦的问题 我们没有听说它公布 它是用什么理论 对 另外那个电池炮 现在老公已经有了 就用线圈产生的这个推力 把这个炮弹送出去 炮管还不容易坏 因为它没有火药的作烧 一般的炮弹是靠炸药 把这个弹丸推出去 炮管会受伤的 唐线也会受伤 现在有在实战上面 都会有困难 像刚刚讲的 电的供应 电的供应 这个电池炮 就是说炮管可以省下来 但是也是需要大量的点 对 所以刚刚双昌军讲到重点 中国是否有黑科技呢 如何这么远的聚焦 而且你要打的是飞弹 好 再来我们刚刚看到了 宏旗26 双昌军商说 效能比标3还厉害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标6 为什么大黄蜂要装标6呢 请教立将军 最近大家是在讲 美国是不是空战也想升级 因为没办法 中国大陆现在有 霹雳15 霹雳17 所以他们也需要 这种长城的空空飞弹 我们来看 有人募集 来看这张照片 非常清楚 这是超级大黄蜂 然后它配备了 标6的远程飞弹 这个原本是海军在用的 它是舰用型的防空 但现在装在战机上 等于是要从战机上发射 它要增加它的射程 用来做什么 它最大射程是240公里 飞行速度是3.5到5马赫 那这个建设版跟陆基版的射程 大概是240到370公里 我特别讲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部署在菲律宾的低风系统 对 里面的这种防空 就是标6飞弹 是 它跟战斧飞弹 整个形成一个搭配给系统 那这颗飞弹其实 它主要是防空的 打飞机 因为它如果说是用它来打陆地来讲的话 也不是说不可以 我们看到S300在俄务战争 也拿来打陆地 但它弹头的重量只有60公斤 大概60公斤是什么概念呢 大概就是一颗155榴弹 炮弹的重量 那你花那么多的钱 就打了一颗只有60公斤的炮弹 其实不划算 所以我觉得它主要任务来讲的话 还是设计在防空作战 那它装在 为什么要装在F-18上面 F-18是舰载机 是舰载机 于飞机上面起飞的飞机 主要是航母战斗群的一个防空系统 那它装这种飞弹 目的是在干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 它发现到解放军的战斗机群来讲的话 他们对舰的攻击距离已经增加了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讲轰6K 如果在英级21来讲的话 它射程已经可以到这个 一两千公里以上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必须要在一两千公里 就把你这架战机给你拦截掉 可是问题是说出在哪里呢 就是说这个轰6K出来的时候 它不是只有自己一架飞机出来 它旁边你有固位的战斗机 那这些护卫战斗机 会不会对F-18形成威胁 绝对打得到你 因为它的PD-15 射程来讲就将近200公里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架飞机 带着这种导弹 空对空的飞弹可以打到240公里以上 也就是说我发射完导弹以后 我要确保我F-16 我可以安全返航 我在你的射程之外 我就发射了这个飞弹 然后我回来 这是它将标6研究 挂在F-16上面目的 最主要我觉得最主要目的 还是针对解放军来讲的话 他们空对舰的攻击距离跟能力 都已经加上很多 所以它也必须要延长 它的防卫的距离 然后不然的话 它的航母就会遭受到威胁 但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F-18这种战机来讲 它是舰载机 舰载机我们知道 它起飞来讲的话 它一定要有一个速度要够 力量要够大 电子弹射 那你挂那么大一颗飞弹 又多了一个重量了 你飞机本身你还有飞机重量 你还有油料 你可能还有自卫的这些飞弹 或什么东西 那你再加上这么一颗飞弹来讲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减少你油料 还是说你的能力够不够 所以这架实验的飞机 我特别就是说 在想说它是不是从航母上面起飞的 还是从陆地上起飞的 如果从航母上面来起飞 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美军在这方面来讲 确实有它科技上的一个进步 不管是电子弹射能力 或飞机动力来讲都很大进步 那如果说只是陆地上起飞来讲的话 那意义就不大了 因为你目的还是在 保护你的航空母舰嘛 所以这个F-18Z是挂这颗飞弹 我在想因为它重量真的是很重 所以一般飞机来讲 它挂的重量来讲的话 大概10吨到20吨左右 那加上这颗飞弹 加上油料来讲的话 那你还有多少的飞行航 飞行的距离来讲是很大一个问题 未经讨讨论 两个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